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星 参加的节目也都是好的综艺节目 他们看未无法判断 不过对于周深的精彩点小编还是要说一下 先说说大鱼吧 变草鱼 周深在综艺节目中和众多的明星朋友来到了草原上 生性活泼的他注意到了草原辽阔的风景 并说了一句都是草 触景深情的周深一时间唱起了大鱼这首歌 声称要将它改版成草原风 结果没出意料 美到周深的满满的草原风 满满的原味了 当然了 这也只是周深开了一个小玩笑 旁边会有位明星拿着手机追在他的拍摄 吓得周深赶紧开流 不得不说 周深警尾的颤影可爱极了 其实周深并不是不能够驾驭草原风的 只不过是为了烘托气氛而已 到了最近一台的点还是留在后面吧 前身组合无疑是听众呼声自高的组合了 而这次周深不仅是和李克勤组合 还加上老牌实力歌手费一圈老师 这种组合说实话从性格上来讲 确实是有点违和感 但他们还真的驾驭住了 一首另一首相愁 用了三种语言线唱 李克勤 费一圈的声音更是增添了许多亮点 周深是一位不能够用我以为来定义的歌手 刚开始人们以为他只能够独唱 结果为郭庆做辅助演唱 大于成为了最强辅助 秦深组合深受欢迎 龚琳奈演唱的笑之歌丝毫不违和 他的极限唐夫就是没有极限的 另一种相愁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 也是表达思乡的情绪 周深整体的情绪融入的非常到位 合唱感也就像是天上有妖地上有人 注意费一清老师那种独特的声音 还是有点像梅花清澈高远 周深和两位老师合作还是非常认真的 毕竟这可是前辈 说到这里我们也该提一下 周深最近的新歌《资源庸才》 这首歌非常有意义 就像周深的人生一般追求完美 却不渴求完美 只是尽管的努力的追求 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听懂 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生活的精彩一些 周深的唱功或许和天赋有关 但努力才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 在喜欢看他同时也应该真正的看清 学会他身上的优点 但现在尽管享受这片刻的精彩和快乐的吧 另外从我们的歌开始 发现周深除了唱歌好舞台表现里也很出色 以外呢 有必要会他表演故事中的主角 把观众带到歌曲的意境当中 唱《天下有情人》 他就宛柔到变身歌里边的那个深情女子 唱《打打崩巴》的时候 罗力少年国王巨龙的深情眼神 也能够很传神 他在我们的歌上水行物语 就跟这录音室版本有着很大的不一样 一些唱法最主要的是情感了 我之前听录音室的版本的时候都听了几百遍 当时听LIF就惊了 歌者百转千回的感情思思入口的倩怠的歌里 好像不少人跟我一样 都觉得他19年感情上真的有经历 他在歌手唱完之间 我也没有问同很多的乐评人上说的上帝视角 我从歌里听说他自己 艺术真的是需要饲养的 从他的成长速度 所有歌者都会有后来比之前唱的好的情况发生的 歌者唱成什么 听者也会因为自己的某个点气和而得到自己的感悟 就像在我门铃外人大家都听出了不同的故事 红眼睛和血腥爱情故事都是比较相似的 并交锋 个人觉得词曲比风格更明显更加的抓耳 而且不可能每一个被暗虑的人都听过现场 对这两首歌来说B站已经是很好的音源了 所以粉丝会比较激动的想要推荐这首这俩吧 个人觉得这风格的歌曲更加的吃现场一些 而且因为细节的处理比较多 故事性啊层次感啊对音质的要求可能是要高一些的 所以视频拍摄对于表现的周深功力呢可能是大打折扣了一些 怎么说呢 嗯做个对比吧 好比说是好声音鸟巢之夜周深唱的我爱你中国为例 我个人觉得血腥爱情故事现场和拍摄的区别 比我爱你中国路人拍摄的和官方拍摄的区别很大 他应该出更多贴合自己的歌 他这几年的很多翻唱质量都很高 但是自己的歌里面能够靠作品本身抓耳的其实并不多 很多都是依托了他强大的技巧和独特的嗓音才能够让人听下去的 这么厉害多遍的歌手应该是有更多能够配得上他的作品才对呢 可是确实女生容易上头 我循环好多遍了 越来越听 越来越毛骨悚然又忍不住 不过很赞同你说的 希望他好好打磨每一个专辑 他第一个专辑很多歌我也没get到 不过说他唱功不好 包括很多的ost 只不过呢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原因 是他以前很难有合适的歌 为了生活 为了不让被人忘记他 倒是他上过音乐节目的各种翻唱 我呢都特别的喜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众林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事 不要忘记了点亮和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